男人亲眼看着女友坐上了情敌的汽车 即便心如死灰却还是选择祝福他们 因为对他来说 只要知道女孩开心那就足够了 猛男浑身漆黑地回到公寓 这把阿莎都吓了一跳 然而猛男却说自己没事 回到家洗完澡 猛男接到了大和打来的电话 他说好像在雨中看到了猛男 猛男却表示自己一直在家 肯定是大和看错了 大和听后放下心来 表示自己可能是太想猛男 所以出现了幻觉 说着便约猛男后天出去约会 猛男听后高兴极了 看来大和心里还是有自己的 然而到了第二天 光机找到大和 说是要参加一场做蛋糕比赛 并且这回他赌上了自己的糕点师生涯 所以想请大和明天来店里 与他一同构思参赛作品 都这么说了 大和也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又打电话给猛男说明了情况 猛男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他还是选择了理解 让大和不要自责 第二天同学聚会结束时 猛男问大家自己是不是配不上大和 菜菜却说才没有这种事 大和可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的猛男 有了大家的鼓励 猛男不再迷茫 信心满满地朝着蛋糕店跑去 他知道自己又奔又丑 也没房没车 更不会做美味的蛋糕 但那又怎样 自己喜欢大和的那份心永远不会改变 找到光机后 猛男郑重地表示自己不会交出大和的 光机听后也毫不退让 并说自己在比赛中拿下金奖后就向大和告白 一眨眼来到比赛当天 可由于太过紧张 光机竟然将比赛工具忘在了店里 此时距离比赛仅有60分钟 回去拿肯定是来不及了 他又放不下面子拜托店长送过来 也就在他准备放弃之时 大和的一通电话 让猛男超越极限将道具送了过来 这一刻 光机也知道了猛男的优秀之处 但他并没有选择退让 成功拿下金奖后 他当着猛男的面向大和告白 凌古 你喜欢 今天这个瞬间 你能不能成为我的muse吗 你能成为我的女孩 我必须要我 凌古 你能不能成为我 如果大和也不選擇,我會支持大和幸福 大和,不可以選擇我嗎? 不可以笑我嗎? 如果我會成功,我會很嬉しい 我喜歡一ノ瀬的餅子,但是我一直在一起,我會不動 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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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只能看到一眼 聽了大和的話,光姬主動退出,並給予了兩人美好的祝福 一切結束後,大和才知道了事情的經過 他害猛男承受這麼多壓力很是自責 然而猛男一把抱住大和 至此,暗無語完結,雖然現實中不太可能遇到這樣的愛情 但還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裡找到自己的那一半 如果你喜歡這一個人,不妨大膽地去追求 萬一實現皆大歡喜,即便告白失敗 你所經歷的一切也將是你成長的最佳佐證 我喜歡這一個人,不妨大膽地去追求 我喜歡這一個人,不妨大膽地去追求